令人惊讶,王宝强马荣财产分割完毕,马荣仅有120万可分。 王宝强马荣财产分割完毕,马荣仅有120万可分,几乎净身出户。 王宝强经纪人宋宇前妻马荣的纠葛已经完结,可以说王宝强大获全胜。 宋因为侵占嫌职务侵占罪,已经认罪被捕,而马荣被认为与他人存在不正当关系,违反夫妻忠实义务,感情破裂,并解除婚姻关系,两子女由王宝强抚养,而马荣名誉全案也被驳回。 不过,虽然案子结了,但家庭财产比较复杂,还未分割好。 近日,有知情人透露,离婚后财产分割案王宝强诉马荣父母财产分割案已于2018年年底前调解完毕,并已出具调解书,近期将执行结案。 举数据显示,2018年8月,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执行财地书,要求冻结王宝强名下公司股份120万元,王宝强被列为被执行人,冻结期限为3年。 该公司股份120万元,王宝强出资额120万元,占股37.5%,而马荣出资100万元,占股31.25元,变更过的,实际上马荣持股的这部分原先是送所有的。 看到这样的结果,很多网友都以为马荣只有120万元可分,那相当于是近身出户啊。 其实120万只是说明是王宝强的股权占比,至于公司现在值多少钱,外界并不知道,现在解除只能说明财产分割调节好了。 王宝强、马荣两人结婚多年,但看2017年王宝强收入就有5000多万,名下豪车、豪宅等更是不计其数,共同财产应该不少,虽说过错方可能会分少一点,但绝对不会近身出户的,除非马荣主动放弃。 上一年12月份,马荣还持剪刀到王宝强家中大闹,还反咬一口说王宝强救他施暴,晒出了一张被打得满脸是血的照片,企图制造对他有利的舆论。 从这点来看,马荣是不可能自己选择近身出户的。 对于两人的财产分割,王荣也真是操碎了心,有的觉得马荣是过错方,应该近身出户,王宝强要刚到底,就是耗着打官司也不要给他一分钱。 也有人觉得两人毕竟曾是夫妻,因为这是马荣名声也不好,不应该赶尽杀绝,该怎么分还是得分的,王宝强一部电影就可以赚很多钱了,没必要跟他耗着。 你怎么看呢?